哈喽大家好 把蜂油筋滴在洋葱上 没想到这么厉害 相信很多人都不知道 蜂油筋和洋葱结合起来 解决了家家户户的烦恼 非常的实用 今天呢 我也才知道这个方法 赶紧分享给大家 下面跟视频一起来看一下吧 首先我们准备一个洋葱 不管是红皮的还是白皮的 都是可以的 把洋葱的表皮我们给它撕掉 然后呢 我们再用刀 把它的头部给它切掉 再把尾部给它切掉 丢弃 把洋葱一封为二 再把洋葱我们给它切成小粒 切好的洋葱粒我们放到一个盘子中 暂时的备用 然后我们再准备一个口罩 用剪刀呢 把口罩的另一端 我们给它剪开 把口罩里面的这个铁丝 我们给它取出来 再把口罩呢 我们给它分开 这个样子就可以了 然后把我们切好的洋葱碎 放到我们的口罩中 洋葱碎全部装进口罩以后呢 咱们往里面加入些风油精 量呢不要太多 几滴就可以了 加入完以后呢 把口我们给它封住 用我们取出来这根铁丝呢 给它绑紧 不要让我们的洋葱碎露出来 这个样就可以了 一个简简单单的 去纹包就做好了 我们把这个去纹包呢 放到孩子的窗头前 或者出去的时候呢 给孩子挂到身上 能很好的驱除蚊子的叮咬 因为洋葱里面 它散发的气味呢 能驱除蚊虫 非常有效 再加上风油精两者相结合 蚊虫根本就不敢来我们孩子身边 这样做的去纹包呢 又省钱又简单 而且呢对身体又没有害 做法也超级的简单 今天洋葱和风油精的妙用就奉行给大家了 如果你喜欢呢就收藏起来这个办法 大家试试吧 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 麻烦大家在这里帮忙点赞转发 让更多人能看见这个视频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